澳洲王者公開賽 男單八強 上屆冠軍Roger Federer身穿白色戰袍 對上捷克好手Thomas Burdich 經過兩個人首盤就打到搶七 但費白將是老的啦 突然放短打得對方 措手不及 成功搶下第一盤 其實這兩位好手生涯交手過二十五次 由費天王拿下十九勝 可以說是對方的克星 第二盤 Burdich力保自己的發球局 綠綠祭出犀利回擊 但Federer完全沒在怕 用反派美跡來化解 第二盤秋風SoloE以六比三拿下 費天王越打越殆勁 全場角出十五季S球 一罰進球率超過八成 沒有給對方太多喘息機會 第三盤以六比四勝出 在本屆奧王以一盤衛食之姿 強勢晉級四強 另外一邊觀眾朋友坐好坐滿 要來看奧王最大黑馬 二十一歲的南韓星星鄭炫 前兩輪擊敗世界第四的Zaverev 以及奧王六冠王喬帥 今天對決同樣爆冷晉級的Tenny Sandgren 鄭炫首盤展現驚人載之力 尤其是發球局完全掌控節奏 左右調動對手讓他來回奔波 自己則是輕鬆來到往前 準備好送上以及送扣 炎金霞首居以六比四拿下 儘管次盤Sandgren率先來到盤墨點 鄭炫發揮纏鬥力 這個漂亮的壓心球成功將局數翻平 雙方擊戰搶擊 關鍵時刻鄭炫穩住正角 在雙方多拍來回的情況之下 Sandgren因為回擊出界 讓對方以七比六連下兩城搶先聽牌 來到第三盤看得出正炫狀況絕佳 反觀對手回擊顯得相當吃力 最終這位非總體球員就以六比四 七比六六比三勝出 成為南韓第一位挺進大門關四強的選手 至於我國一節 謝淑薇也在本屆賽事遞造驚奇 可惜和中國選手彭帥搭檔 今天在女雙四強遭到直落二 儘管無緣爭冠 謝淑薇仍寫下自己在奧王的最佳成績 OK 感谢观看